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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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回憶一下 我們現在分清楚一件事情 數列跟極數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在這邊呢 我有一個說明 來解釋這個東西第一個 我們說等比數列 如果我們講的是數列 什麼叫等比數列 等比數列就是這樣 AR AR平方 AR三次方 這樣點點點 它收斂的衝藥條件 充分必要條件 充分必要條件 R呢 在-1跟1 我們特別注意 在等比數列的時候 R等於1是收斂的 因為R等於1整個數列都是A 那我們上面有講過 如果是極數呢 極數是什麼 極數是數列的和 等比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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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summation 我們可以從N等於0 加到無限大的ARN 它收斂 充分必要條件 而且 它的充分必要條件是 絕對指R小於1 或者我說是R大於負1 小於1 就是說 R等於1的時候是發散的 好 特別注意 且 收斂的和 它的極數和 好 收斂才有和 守N項和 為 summation N等於0 特別注意從0開始 從第1下是常數 是1-公比分值首項 好 這個是我們高中的時候教的 可能國中老師都有講過 好 那我們來看這些例子 這些例子其實是不用再重複講 然後呢我們判斷 下列極數的練善 等比極數的練善 其實這個是可以不用講 第一個 summation N等於0 到無限大的2N分之3 好 第二個 如果分尺分母都有 如果是這樣子 N等於0到無限大的2分之3的N 好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好 那我們簡單的來講 第一個 因為呢它公比是2分之1 它是R等於2分之1的等比極數 所以呢它收斂 那收斂就有和了喔 好 所以且我們就可以 summation n等於0到無限大的2N分之3 這個是1-公比 公比是2分之1 首項是3 n等於0的時候代音區說 它的答案是6 它等比極數收斂到6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呢它是一個 r等於2分之3的等比極數 所以它發散 好 因為所以發散的話呢 它就無限大 它的核式等於無限大 summation n等於0到無限大 2分之3的0次方 這個加 這個是1加2分之3 然後再來就加4分之9 一直加下去 越來越大嘛 加上2分之3的n次方 再一直加下去 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我們說它發散 而且我有沒有知道發散到哪裡 無限大 無限大 好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曾經老師在國中的時候 或者高中的時候都有講過 循環小數劃分數 好 那麼循環小數劃分數 這一點呢我們就來看 循環小數有兩種 我們不看整數齁 我們都 我們只看靈一之間的循環小數 我們不要看整數部分 因為整數部分就沒有什麼好講 循環小數劃分數 第一個叫做什麼 純循環小數 也就是說從小數點以下 第一位就開始循環解 就開始循環解 好 好 比如說我們 我們會算 什麼叫做 純循環小數 我們要看 0.35 循環35 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求 我們這種循環小數 我們可以這樣看喔 0.35 循環的時候 它是不是0.35 加0.0035 再加0.123435 一直加下去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我們如果這樣看的話 它叫做1百分之35 加上什麼 1 2 3 4 35 這樣一直加下去 所以它是怎麼樣呢 這是n等於1嘛 這是10的2n次方分之35 這樣加上去 好 那這個等比級數求何的公式 因為它的公比是什麼 公比是1百分之1 所以答案是1-公比分之首項 對不對 1-公比分之首項 那如果我們這邊把它消掉 1百 這裡會變成1百 減1 35 所以它叫做99分之35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 它的循環節有幾位 公比就是10的幾次方 對不對 當循環節有三位的時候 公比就是10的3次方 循環節有幾位 公比就是10的幾次方 所以這個地方呢 消掉以後會是 10的5次方-1 那10的5次方 它現在循環節兩位是10的2次方-1 10的2次方-1 就是兩個9 10的5次方-1 就是10的5次方-1 就有5個9 對不對 所以變成循環節有幾位 分母借我幾個9 那分子就是這一個 分子就是它 好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這一個我們就叫做 純循環小數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叫做混循環小數 就是說它不是從第一節看 不是 不是從小數點以下 第一位就開始循環的 那我們就這樣看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循環節有幾位 我把它寫起來 有k位的時候 公比就是什麼 10的k次方 所以分母呢 就有k個9 對不對 那分子就是它 好 那我們比 我們來看一下 先不要看這個 那我們來看 如果0.035 這兩個有少不一樣 因為0.035循環它叫做0.035 循環是循環035 這樣點點點下去 所以這個地方呢 叫做一千分之三十五 然後再加上 10的 這裡呢 就會變成六個0 然後 那也是35 對不對 一直加下去 所以這一個 公比是多少 好 首相 首相 是這一個 那一減公比呢 公比是三位 所以公比是千分之一 首相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把它消掉的時候 這裡會是一千 減一 這裡會變成是35 所以它會算 九九九分之35 還是一樣 分母有幾個9 三個9 分子呢 035 要這樣寫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看一個 第二個 我們來看混循環小數 它不是從小數點以下第一位開始循環 好 好 例如說 我們這樣看喔 0.35 它不是從第一位 我們就這樣子 0. 好 我們隨便寫好了 2735 它是從這裡開始循環 那這裡開始循環的時候 我們怎麼寫 它是0.27353535 那這個時候 你覺得它的公比是多少 公比一樣是 一百分之一 對不對 R還是一百分之一 所以呢 如果我們再更進一步的來寫 它叫做0.27 好 我應該這樣寫齁 我把這個寫一起好了 首項 一 二 三 四 這個是首項 但是呢 我們下一項呢 是兩個0喔 每一次都是加兩個0 所以這個時候公比是多少 公比還是一百分之一 首項是什麼 首項是這一個 公比呢 公比是一百分之一 可是我們不能這樣寫 因為這樣寫的話呢 我把它改一下好了 我先寫一千分之 好 我再多寫一個 這個應該這樣看齁 先看一百分之二十七 你 這樣會比較好 加上一二三四三十五 我們應該這樣看 那這樣看的時候 這個我們先不管它 然後加上後面 後面這一串 才是一個等比級數 對不對 因為它混循環小說 我們從這裡開始寫 這裡開始寫的時候 我們是 一減公比分之首項 一減到公比還是一百分之一 現在首項比較麻煩 一二三四三十五 好 我們先把這個畫出來 這是一百分之二十七 這裡加起來的話呢 我上下乘一萬 所以這裡會變成九九零零 會變成 一萬 減一 然後三十五 所以它會變成一百分之二十七 加上這裡是什麼 九九零零分之三十五 好 我們先來看這一項 分母是九九零零 這表示什麼 我呢 我剛剛多兩位其實是不好的 這個呢 九九是呢 循環節有兩位 那不循環的也有兩位 那這個地方呢 我乘以九九 這裡會變成二十七 我這個九九呢 看成一百減一 也有 好 那我這樣做以後呢 我會變成 九九零零 好 它會變成二七三五 卷二七 好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以前所講的 二七三五全部 減掉不循環的部分 它變成二七零八 好 你要約分就把它約掉 沒有就是這樣 你拿去除 所以我們說 如果是會循環小數的時候 好 我們再講一個 這一個 我們如果是循環這裡 跟剛剛循環零三五有什麼不一樣 好 按照我們的寫法 它是 總共循環節有兩個 兩個零 那這也是三五 零三五 減零 好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它是 九九零零分之三十五 跟它有什麼不一樣 它是九九九分之三十五 它現在是 九九零分之三十五 一個是九九九分之三十五 一個是九九零分之三十五 比較一下 好 好 這是循環小數劃分數 其實 循環小數劃分數呢 它就是一個等比級數的一個構造 好 那我們來看 好要不要來看 再看一個好了 讓0.235 循環35 會怎樣 這個地方叫做十分之二 加上 一千分之三十五 再加上 一二三四五 三十五 這樣加下去 公比還是什麼 公比還是百分之一 所以你看 它等於十分之二 你看我們計算的過程 一減公比分之手下 這個喔 所以 我現在呢 上下八乘以一千這裡 會變成一千減一分之三十五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為什麼是九九零 你注意看一下喔 這裡為什麼會是 一減公比 一千減十啊 所以是九九零 欸這裡也寫錯了 減一百 好這裡 好 那這裡是三十五 所以呢 我們畫回來的時候 我們通分九九零 這裡二呢 會乘以九十九 然後加三十五 那這個九十九呢 我們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百減一 你回去慢慢想喔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 加三十五 那我寫快一點 它就會變成 九九零分之什麼 兩百加回來 欸真的是二三五啊 為什麼 減二 好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規則出來嘛 循環節有幾個就有幾個九 不循環節有幾個就補幾個零 我就不再寫在黑板上了 循環節的部分 混循環小數 循環節有幾個就有幾個九 純循環角數因為它沒有混循環所以它沒有零 那有幾個不循環的節就是補零 好啊所以這裡呢 有一個不循環的有兩個循環所以它是九九零 那分子是什麼 分子是整個二三五來減掉不循環的部分 二三五來減掉不循環的部分 我想這有的國中老師都有講過 有的高中老師也有講過 好我們就把這個原理呢 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就把這個原理告訴你 好 接著下來呢我們來看一個定理 因為我們知道呢我們極速嘛 我們假設說 好 AVN 是 AVN 是兩個極速齁 為兩個收斂極速齁 當兩個極速收斂的時候 且他們的核N等於一道路線極速收斂就有極速核嘛 然後C呢為一個constant 好 那這個東西呢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會得到第一個 兩個收斂極速的核所乘的極速會收斂 兩個收斂極速的X會收斂 乘以一個常數也會收斂 C乘上AA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C提出來嘛 所以它等於CA A 然後第二個 兩個極速核所乘 兩個極速對應向的核所乘的極速 它就會等於什麼 個別極速相加 所以它是等於A加B 同理減的時候也一樣 所以它等於A減B 好 那這個性質呢 我覺得呢 它很顯然啦 那我們如果要去證明 我還是告訴你 你怎麼樣把這個證明呢 把它寫出來 把它完整的寫出來喔 我們要還是要學習一下 怎麼樣能夠完整的去表達一個數學概念 好我只證2就好 因為其他的都一樣嘛 那既然極速收斂 我就令兩個極速 SN是AN的首N向核 所以我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用了這個 所以我呢 要把亞變數換掉 K加到N 因為我N被它用了 首N向核 要換個亞變數 好 好 這是為什麼 因為極速收斂 極速收斂的 判斷方法是什麼 是首N向核 SN跟首N向核 TN是不是收斂嗎 好 我就不要這樣寫了 折 N等於1到K 我們的核極速嘛 AK加VK 首N向核 我們把這個合極速的首N向核 加起來 我們知道這個是個碼 有現象 所以它可以拿進來 先把A的這K格加起來 再把B的這K格加起來 因為呢 它是有現象 我加法有加換率 我隨便加什麼加都沒關係 我是AKBK A1B1加 A2B2加 我可以把A的集中在一起加 B的集中在一起加 所以這個東西會變成什麼 SN加TN 好 那這麼一來的話呢 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核N趨近的無限大 如果這個首N向核收斂 這個東西就是Limit N趨近無限大的TN SN加TN 那因為兩個極速收斂 所以這個就是收斂到什麼 這個就是收斂到 因為兩個收斂的極速 我就可以寫出來 這兩個數列嘛 這兩個數列收斂 那數列收斂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對不對 把兩個數列和所成的新數列 它會有這樣 它會有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A加B 所以我們得正 這個極速收斂 Summation N等於1到無限大的AN 加BN 就會等於什麼 就會等於A加B嘛 加到無限大 因為Limit N趨近無限大 寫嚴謹一點 它就是守N向核的極限 Limit N趨近無限大的什麼 Summation K等於1到N 的AN加BN 那這個東西就等於A加B 前面正過 守N向核的極限 所以變成收斂極速的時候 它的核 它的X 正好核極速X極速 就是極速核跟極速X 那我們特別注意 如果發散的話 就不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我們來看下面一個定理 定理吧 這個定理很重要 這個定理很重要 它是一個極速 好 現在我們要看的是這件事情 如果極速收斂 如果極速收斂 極速 極速 極速是速裂的核 速裂的核 如果極速收斂 所以AN一定要收斂到0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要加得起來 加到最後會是有限 那個尾巴一定要夠輕 對不對 不然你一直疊上去一直疊上去 如果尾巴夠重的話 不 應該這樣講不夠輕的話 你算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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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到最後會很重 到時候會把這個牛就壓垮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能夠核加起來 尾巴要夠輕 所以尾巴要擠一下 算到0 來 我們來看 證明怎麼證明 SN 我這樣寫好了 我不要用四個碼寫 加到AN 如果是這樣子 那SN加1 N-1是什麼 少一項 好 那我這裡 我這樣寫好了 兩個差異項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 首N項合跟首N 所以SN是不是就等於 好 那因為呢 summation AN收斂 因為極速收斂 所以我們就可以設怎麼樣呢 他們收斂到A嘛 首N項合收斂嘛 極速收斂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收斂都等於N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說N趨近於無限大 先走一步 晚走一步 N趨近於無限大的 SN-1 是不是也會等於A 一個極速嘛 我只要到定N項的核當 N趨近於無限大的時候 它等於A 那我少加一項的這個SN-1 這個數位 我只少加一項 但是N還是在趨近於無限大 所以這個也 極限也會是收斂到A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N趨近於無限大的AN 就會等於Limit N趨近於無限大的 SN-1 那這兩個差的極限 結果都收斂的時候 它會等於極限的差 先少加一項多加一項 對 加到DN項大家不一樣 但是當N7-1 無限大的時候 大家都一樣 所以它是等於0 尾巴一定要收斂到0 如果它極速收斂 它的尾項一定要收斂到0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件事情 這個N等於0 或者N等於1 這也沒有關係 因為有沒有第一項 第一項畢竟多加一少加一 這是沒有 這個收斂 因為你要一直加上去等比極速 所以等比極速收斂 如果公比小於1的時候 N趨近於無限大位趨近於0 所以我們看 因為它收斂 所以 這個會等於0 這個會等於0 這是一定對的 因為等比極速收斂的條件 就是絕對只R等於1 這個收斂 其實它的衝要條件是什麼 絕對只R小於1 所以這個東西會imprise怎麼樣 AN 它會等於0 它會等於0 因為R絕對只比E小 所以R的N次方會等於0 好 這是我們要說明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告訴你 它一定不對的 就 這個定理呢 它不能反過來說 這個定理不能反去數 如果Limit AN趨近於無限大的AN等於0 我們沒有辦法推出來Limit 我們沒有辦法推出來極速收斂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因為呢 我們在接著下來 我們的考試裡面 我們會讓你判斷極速收斂還是發散 但是呢 這件事情是不會對的 你不能用尾巴趨近於0來說極速收斂 因為尾巴趨近於0 極速不一定會收斂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尾巴一點點加上去 一點點加上去 這要加得夠輕 如果你加太重的話 它是發散掉的 我舉一個 我們最常舉的例子 叫做調和極速 這個我們後面會證明它發散 這個我們會講一個例子 我們Limit N趨近於無限大的N分之1等於0 但是這個調和極速是它是發散的 它是發散的 這個會發散 因為它等於無限大 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東西發散呢 來 我讓你看一下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證明它發散 我們現在這樣看 這樣一項加起來 等於2分之1 這一項 然後這四項加起來 也等於這個2分之1 後面呢 好 來 那這個 這個等於對 就 不是等於它大於 為什麼 因為3分之1加4分之1大於2分之1 我把它看成兩個4分之1 還是我要再寫一個4分之1 來 我再寫一個也沒關係 它一定比它大對不對 我把這個換成四分之1 四分之1 那這個呢 通通換成八分之1 後面呢 這些 通通換成十六分之1 我可不可以這樣換 上面一個式子 比下面這個式子大 那下面這個式子 會等於1加2分之1 這兩項加起來是2分之1 好 這個加起來也是2分之1 後面呢 這個八項加起來也是2分之1 那這個加下去等於無限大 所以它發散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它跌跌很大 因為我把三分之1我都放小 放成四分之1 它加起來二分之1對不對 我四項就有 四個八分之1就有二分之1 兩個四分之1也是二分之1 八個十六分之1也是二分之1 所以我告訴你這個是發散 所以呢 你看喔 limit趨近於0 但是極速發散 加起來發散為什麼 因為你放得太重 後面呢 尾巴雖然收斂到0 但是這個weight還是重 還是重 不像這個 這個就很輕了 所以它可以加得起來 這個尾巴太重 所以它加不起來 好 那這裡呢 我們雖然說 我們不能用極速 我們不能用說尾巴收斂到0 來判定極速收斂 但是這個東西呢 可以非常好的讓我們判定極速發散 這個齁 我畫起來齁 我這裡有打差齁 你考試的時候絕對不能出現這樣子齁 如果你告訴我 limit an 收斂到0 所以 summation an 收斂 不僅打差 而且我要倒扣 我一直告訴你這個不會對 我還舉反例了齁 我們說了齁 極速收斂 尾巴一定要收斂到0 極速收斂尾巴一定要收斂到0 但是如果極速尾巴發散 尾巴不收斂到0 不要說發散 只要它收斂不收斂到0 收斂其他的數都沒有用 我們可以直接說 極速怎麼樣發散對不對 因為從剛剛那個齁 如果收斂則尾巴到0 所以如果尾巴不到0 極速就發散 這是若P則Q成立 但是非Q則非P一定成立嘛 極速收斂則尾巴 則莫向收斂到0 所以莫向如果不收斂到0 極速就不收斂 所以它就發散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邏輯推移 所以呢變成怎麼樣呢 那個定理呢 我們沒有辦法用尾巴收斂到0 來判斷極速收斂 但是我們可以用尾巴不收斂到0 來判斷極速 必然怎麼樣 發散 反而倒是判斷發散的一個好方法 好 我們一樣來看喔 我們來判斷極速的練散 我直接用一個立體齁 用這些方法 好 書上幾個例子 summation n 等於0到無限大 第二個 第二個 2n結成 n結成 它這個符號我看一下喔 應該要這樣寫 好 這個東西它會不會收斂 它是limit submission 好 第三個 好 好 我們看這兩個就好了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斷這一件事情 n等於0 我們可以用兩個方法來判斷它發散 因為這個是公比是2的等比級數 所以它發散 固比怎麼樣 這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我們用我們這個定理呢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說 或 有 這個limit n 取近五限大的2n 它呢 不等於0 所以呢 尾巴不等於0 所以極速收斂 所以它極速發散 所以它極速發散 尾巴不等於0 所以它極速發散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這一個 這個如果要寫的話 n等於1的時候是3分之1 3分之1 加n等於2的時候2階層 2階層4加1 這它就是5分之2 然後再加3階層6、2、12 它是13分之6一直加上去 我們發現到它尾巴收斂到0 但是尾巴收斂到0 不能告訴我們 不是 尾巴不收斂到0 我們會知道 這樣子加下去 這個加起來 慢慢的當n7基因 無限大的時候會怎樣 後項喔 我只看單箱 2乘上n階層加一個n階層 這個的做法 我們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我們之前在求極限的時候 我們把n階層除掉 所以n7基因無限大的時候 n就無限大的 更不要看階層 等於2分之1 我們知道它不等於0 所以故 我知道 這個n等於1到無限大的 這個n階層2乘上n階層加1 這個極速 發散 好 所以有沒有分清楚 有沒有分清楚 極速跟速列的不一樣 好 速列的尾巴只要不收斂到0 極速就一定會怎麼樣 發散掉 這也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 那個定理8呢 雖然不能讓我們判斷極速收斂 但是它可以讓我們相反的來判斷極速的發散 好 我們可以進行 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進行 2個 2個 1個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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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 接下來呢 我們會講很多方法來判定極速是不是收斂 我們假設fx 為 在這個E 無限大上的正向的正且遞減函數 它是一個正的減函數 且an 會等於f 在 n 的點 對所有的 n 屬於 n 則 我們會有一個判定的方式 則 n 等於 1 到無限大的 an 域 這個積分 1 到無限大的狭積分 這個極數跟這個狭積分 具有相同的戀散性 也就是說 極數收斂 則狭積分收斂 狭積分收斂 則極數收斂 所以這裡呢 我們要證明兩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要證明如果極數收斂 則狭積分收斂 第二個 我們又要證明 狭積分收斂 則極數收斂 好 我們這樣來看 我們第一個 我們證明它極數收斂的時候 狭積分收斂 我們先證什麼 如果極數收斂 則狭積分收斂 好 我們先來證明這個東西 第一個 fx 我們要用積分省鏈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看先決條件是什麼 fx 是在一無限大上的正的減函數不可以是負 因為負的話呢 我們後面的無限大正部分就沒檔 所以呢 正的減函數 因此呢 我們的fx 就長這樣 好 那我們知道極數收斂 好 我們極數收斂 那我們看極數 我們現在目的要證明這個狭積分收斂 狭積分是1 我們要證明狭積分收斂 我們可以利用它 積分1到n 這個積分1到n 讓n7進行無限大的時候它收斂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積分1到n 那它是一個減函數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積分1到n 它會借在什麼跟什麼的中間呢 n-1嘛 2嘛 好 這個積分 它會比黃的部分來的大 面積嘛 比黃的大 但是它比紅線部分小 對不對 好 因為它地減嘛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喔 我們這個積分1到n 它會小於什麼 因為fx 在這個1無限大上為減函數 所以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 1到2的時候呢 我們來一個最大 來 這個黃的這一個叫做f2 所以 a2 加a3 一直加 加到an 這個是 這個是黃色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它就等於f2 加f3 一直加 加到fn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黃色的部分 那這個黃色的部分它小於等於 它小於等於 積分1到n的fx dx 然後這個fx的dx 再小於等於什麼 f1 加f2 一直加 加加到f2 加到f2 加到f2 加F2 加到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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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斂 它收斂到A 折怎麼樣 我們Limit Entry進行無限大的這一項 所以我們它收斂到A的時候呢 我們會小運 這個呢 我多加一項給它沒關係 N曲進行無限大的1加N的fx dx 它就會小於等於Limit N曲進行無限大的 這個A1加AM 這邊呢 它會大於等於什麼 N曲進行無限大 它會大於這個-1 好 因為它收斂 它收斂 所以這個東西會變成什麼 這個叫做A-Ay 小於等於 n 區近平無限大的1到n fx dx 所以它收斂 這個瑕跡分收斂 好 我們說如果瑕跡分收斂 折怎麼樣 折積分1到n 從上面fx dx 如果這個收斂 那它會大也等於什麼 k等於2到n的ak 對不對 這個會大於加到這個加n 項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這個sn呢 收n 項的核 是k等於1到n的這個ak 這個東西再加上一個ay 好 那sn 遞針嘛 所以sn 為有介遞針數量 所以sn 收斂 是k等於結束 但是我們是k等於2到n 怎麼做是k等於4到n 如果我們就做作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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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做作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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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急速就收斂了 好 所以我們急速就收斂了 好 我們後面這半部比較簡單 一句話就講完了